今年法国安息动画影展最佳影片 爱波的异想世界最近在台湾上映 法籍导演也来到台湾 这部动画描述一个电力还没有被发明的时空 爱因斯坦诺贝尔等等科学家都被绑架了 没有石油和核能各国都停留在蒸汽时代 为了找到新能源各国争夺顶尖的科学家 而来自科学世家的女主角爱波 因此展开一段拯救父母的冒险旅程 这部动画改编自法国漫画之王塔尔迪的作品 异想世界就专访到导演介绍这部 拿下今年动画大奖的作品 高乐几笔简单线条 几分钟创造出一位神情沉重的角色 他来自法国 是动画师 也是电影导演 我叫 Christian Desmar 我一位主演的創作品 像《Avril et le monde truqué》 所操作是方法 在1940年,有些人失常 Avril是一位把青人的 men Sand 在拔中,她的父母 到山了追溯 发指上的角色在萤幕中活了起来 电萤幕后团队曾以动画《茉莉人生》 获得2007年 堪成一展评审团奖 当年的动画师成了电影导演 并以此片拿下动画大奖 法国安喜影展最佳影片 这是一个愿意和厉害 尤其是我经历了安西的舞台 我从来学习的课程中 电影并和漫画家塔尔迪合作 他被称为法国漫画之王 这是一个美国漫画团奖 这是一个很幸福 但这不是很明显 但他的风格不明显 这不是一个画作为描述 所以有些改变 让他变得描述 一百多人的团队花了两年 打造出塔尔迪比夏 一个电力还没被发明 能源浩劫的世界 政府得靠绑架科学家 巩固权力 它们用复古的绘画风格 诠释冒险故事 看见真实世界面临的危机 明显 你能解释一下吗 是 是 感谢 感谢 感谢